近期高雄乾旱不雨 水勤燈號目前為減壓供水的黃燈 高雄市長陳其邁14號會同水利局 台水公司和民意代表等人 一同視察鳳山水庫進水廠 他表示高雄為了超前部署因應枯旱期 將加緊完成鳳山水庫補強植肉工程 並改善從東港溪取水支援民生用水的水質 提高民生用水產能 高雄的水就是我們高雄的用 高雄的水以外就是 一個就是為東港加國過來 為東港那邊過來 所以剛才有在說的月雨飲水 這個水質量會比較悶 但我們家已經到比較悶 所以水質比較不好 所以市政會的台湾指示 要趕緊把鳳山水庫 月雨飲水水質的快改善 第二是不是我們這裡處理的量可以再檢查 這樣高雄的水 水利局表示高屏西川流水已經低於歷年同期平均 配合中央水源調度已經停止北宋支援台南 另外也請台水公司和水利署加緊進行大數大全等浮流水工程 這個浮流水大家在看 我們進這個有20人 我的印象如果到明年 我們的政家到差不多 在冬天汲水期的時候 應該四五十以上都應該不夠了 所以這個包括大全浮流水 跟我們大丘大丘的浮流水這些工程 拜託說我們自來水公司和水利署 可以趕緊來進行 進去後來比較好 陳其邁也提到 高雄玉山和中央山脈可以涵養雨水濕氣 因此相較於其他縣市 高雄水情更加穩定 不過他再次呼籲民眾解約用水 攜手渡過枯水期 記者金獻忠採訪報導 好